宁公子 我以为上次赠礼之时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方小姐 宁公子 我近日闭门读书 竟不知道方小姐也来京城吧 你又来找她 是 君小姐 宁公子 宁公子来找我可是有事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茶楼也恰巧来了新茶 君小姐 方便吗 君小姐请 果然好茶 宁公子不是有话要问我 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做 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对不对 说来听听 后日十五 你愿与我一同去关灯吗 可以啊 本来也是要去的 正好 大家呢可以先一起吃过饭 然后再一同去 我的意思是 君小姐 你愿与我两个人 一同去关灯吗 宁公子 我以为上次赠礼之时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当时 我却对君小姐颇为欣赏 你的赠礼之意我也完全理解 故而得知你嫁为方家父之后 我的确对你放下了念头 可此番京城又见 也得知你在泽州和汝南设下 那等惊心动魄的七窍玲珑局 又得知你婚约为假 仍待子归忠 君小姐 说不动心 是骗人的 宁公子 婚约之事已经过去了 前程往事 我们就到此为止 有一些话 君小姐 让我把话说完 好吗 这件事 我已经想了将近一个月 研读最难的经历 我只用了三日 为了研读这份心计 是不是喜欢 我却用了七天 研读之后 我确认自己对你动了心 我清楚自己的决定 却猜不透你的想法 既然猜不透 我就干脆来问一问 好 好 君小姐 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的问题 距离十五晚上 还有两天一夜 你可以想一想 不必 我现在便可以回答公子 感谢公子的邀请 抱歉 可否告知为何 我与公子并不合适 而且现在我也不想此事 不合适 不合适 是万一 不想 是从心 这回答如同你的气风 干脆利落 之前寻找病人 是公子所为吧 你都知道了 所以今日九龄前来 便是想以茶代酒 谢公子 所以今日九龄前来 便是想以茶代酒 谢公子 祝赞 祝赞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可没跟踪你啊 天地良心 时间地点都是张宝堂挑的 那他们人呢 隔壁买肉斧呢 旁边的肉斧是京城最好吃的 二位这是 我约君小姐十五晚上 一起去看花灯 君小姐拒绝了 那我便告辞了 你不陪她去看灯 陪我去看灯如何呀 好啊 太不正经了啊 你约我看灯 我怎么不正经了 有点不要脸了 要不要坐会儿啊 宁公子约我看灯 和你约我看灯 能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吗 她的看灯可是别有深意 你和她 不会一样吧 那自然不一样 所以你的邀约我可以答应啊 少爷 君小姐答应跟你一块儿看灯了吗 十五是团圆的日子 她自然是要陪家里人的 那我们现在回家吗 不 回国子见温叔 今天有什么采捞啊 我只会上古棋局 也已经被人破了 这次我不会拆穿你的 不过彩头 我要分一半 能不能聊正事 上次我们聊的事情 有没有进展 孙太医 还江太医的事情 可能有 二哥 二哥 你快尝尝这个 君小姐也在啊 二弟 有些人了 有些人不请自来啊 跟我可没关系